在南有一间水饺老店为了回馈社会 在明年的1月2号要举办感恩活动 推出水饺一颗一块钱半买半相送 并且将当天收入全数捐出 也引发在地民众热烈讨论 韭菜肉馅 糖勺摇气 放上水饺皮 在风口可可浑原饱满 料多实在 但价格您绝对想不到 每颗金人炙腰同半价一块钱 原来老板为了回馈社会 在明年1月2号即将举办年度感恩活动 将每颗水饺价格狭杀一元半买半相送 卖完为止 剩下收的钱 那一天营业额都先不见 有做过一万颗送给客人是没有钱的啦 但其实这个活动举办起来可不容易 因为今年物价上涨 店家又要维持餐点品质 才在近期些微调涨水饺价格 将每颗三元涨到3.5元 而老板说为了涨价 其实自己也挣扎许久 没有涨的时候是3块 他生得2块半 多久没有涨了 快20年 无论活动大降价 还是平时同半价 水饺潮啥价格都获得外界 一致好评 也让台南评价小吃 再次引发讨论话题 见黄夫妻台南从不懂 报告 报告 谢谢大家